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要出发了 然后我昨天牌照也到了,刚刚给装上 今天的任务就是走之前把自己的物品收拾好 需要带的东西,然后尽量剪吧 能少的不是必要的东西就不要带 因为毕竟要装客人的东西 然后胡叔这儿把这个房车有一块水 然后给它修一下 这个东西我们配件都已经买好了 就装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马上完成的工作 然后房间里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吃饭用的东西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露营的时候会在户外 给客人有可能会给他们做一些吃的东西什么的 电影机,然后一共是六台 有多余的就流出来备用 这都是充好电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拖挂小房车 把这辆装满 然后再把后面那辆装满 里面还有一辆 然后最后再拖 现在没有地方停 你进去了 九哥 下这个东西,不是个台湖去吧 这啊,行 这是被子吧 咋了哥 你那车上没电瓶,小房车 没有啊,我刚才看了 我和韭子,我们两个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回来 我们今天可能走不成了 明天,这样的话明天起个大早 今天都收拾好,明天起来直接就走 来干杯,先吧,酒菜干杯 上车饺子,下成面 来,喝酒,干杯 来来来 有甜吗,你们好 大家好 本来说昨天出发呢 结果发生了点意外 桥市车接线 接到了晚上7点 昨天晚上把所有东西都放好了 今天起了个大早 早晨起来,一又给我们煎的韭菜盒子 让我们和和气气的 今天必须要走 正式出发 所有东西已经准备完毕了 走 去开了个防火证 在内蒙和黑龙江这边现在是防火器 出行的话 开车 需要办一个防火证 先过来把油加满 现在95的话是7块2毛1 到时候省着路上再折腾了 万一路上没油的话 我不耽误队伍的事吗 为啥你们都加95的油 那你们家 你家92的呀 咱不说好了 加95的吗 谁跟你啥时候说 92脱缸 92脱缸 设计的就是92的 啥脱缸 那行 这你真 我们从沐河出来 没走多远 然后有一辆大卡车 他拐弯的时候把后边那个车尾 车子故障了 故障了 大卡车它是气轮制动啥 有个气罐 里面是一个气动锁 气多的时候障开 现在气没了锁死了 还好速度不快 你看那边很危险的 他躺下审那里去了 他轮子锁死了 失控了 还好是上坡 你治好三小家了 治好了 好 那我们救他 具体够吧 够够够 然后林哥把那个坦途拖过来了 看能帮他一下吗 其实H9也差不多 但是你们新车就别拖了 还没够摸合漆呢 用我的来吧 如果实在拖不动的话 我们再帮他弄 好吧 过来 走的 过来 帮助你 说帮他一下呢 修了修 然后自己爬上来了 挺好 他车是出故障了 不是他开的问题 好像是 走吧 继续出发 我们到了一个检查站 主要是防火 到黑龙江那边了 现在是防火器嘛 都要检查的 看看这里 曾经找过火 前几年的时候 感觉是触目惊心 所以这里防火特别严 还有就是 墨河这边 这一片 为什么没有高大的树木 看着它这么矮小 因为八几年的时候 这里着过一场大火 也是起火点之一 它没有尾巴 给你整满肉行吗 行 可以 把啥子 可以 点了四个菜 吃的馅儿表 吃饱喝足 上路 上路 现在是在满龟 开始搭帐篷 今天录影在满龟镇的火 小吉和服输一组 开始搭帐篷了 来 来了 来了 今天这个班纸就搞完了 大家没看 他吃饱了 哎 他吃饱滚 他说你没吃饱滚 他说吃不动的 啥 你不放出来 你吃不平 大风高度 都不進 看不出 我们两个应该是冠冠军 杰范和雷克应该是下军 胡叔你要称外帐吗 你要不要称外帐 不称外帐不用拿杆里面全在里面的改改良了只有几个杆了现在 对 我先给他说他这头也别给他称去了 胡叔感觉怎么样 好绝对棒 看看全部打好了 我们的露营地在满硅的火车站 这有可能是中国最小的火车站 就这么打 然后带你们看一下里面 这是一个南北通透的空气流通非常的好 等他介绍完吧咱再看 然后这边还有 打好了看看也是很有气势的 然后最里面的时候还有一辆零格的大房车 是不是很漂亮 空间够用这个小房子 他是以这个小车当基础然后搭过来的 一个人熟练的话十几分钟就打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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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